我們的施行的時間是在108年的7月1號以後 所以因此他在如果以這一次來講 還沒有能夠沒有適用到 但是108年7月1號以後全面改選的董事 董監事就會有適用到這個規定 循序漸進的做法 因為我如果一下子拉高 或者是我廢掉了這一個有一般徵求的話 我想這個影響股東會意識運作太大 所以我們就先提高這個徵求門檻 做一般徵求門檻的難度